有些人肝臟不好 其實你有很多體抽是一個警訊 但是肝臟不好的 它是屬於一個無形的那種徵兆 像譬如說你容易容易疲勞 那或者是本身來講的話 你下腹部這裡容易有腫脹疼痛的感覺 或是你常常會覺得莫名的噁心 那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如果常常不然覺得腫脹 這有可能是肝跟膽的問題 現在天氣慢慢變熱了 可能越來越多人會有一些 體胃啊 體臭的困擾 我們可能下醫師會覺得說是 流汗造成的汗臭 但是呢 中醫師告訴我們喔 飄出體臭的真正原因 竟然有可能是肝不好耶 我們可以怎麼樣幫肝臟排毒 那遠離這個體臭的困擾呢 今天我們一樣是邀請到 擅長體脂調理的中醫師 周中漢醫師 醫師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周中漢中醫師 醫師 體臭啊 體胃重啊 糊臭啊 這些困擾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真的跟肝臟有關係嗎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身體產生一些味道 其實著重在於我們一個身體的體質 出現一個偏性 像譬如說我們最常看到的是 我們濕熱的體質 那本身我們腸胃有肌熱 也就是說你很愛吃烤的辣的炸的或是辛辣 那或者是甚至是像說薑黃啊 或者是咖哩 身體就容易散發出那種辛香料的味道 對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從吃進去散發出來的味道 就是所謂的腸胃積熱 就是本身的腸胃有濕熱造成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身體如果加上如果有便秘 或是本身身體的代謝不佳 它在身體產生一些毒素 沒有辦法立即的從我們大便跟小便排出來 就會從我們的汗液排出 那就會造成說 這個腸胃積熱怎麼味 都會有一種酸酸臭臭的這種味道 那其實這個味道可能伴隨著糊臭 那這個糊臭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的一個腋下腺體分泌過度旺盛的一個汗液 那加上那邊有細菌 所以產生分泌造成的一個味道 那因為現在是處於防疫期間 我都會跟我的朋友講說 就是多用那個酒精 它是我們的一個腋下 其實可以改善糊臭的問題 那可能這個時候 如果說本身腸胃有激熱 還伴隨著口臭 那口臭的部分來講的話 可能是你有抽菸或是有喝酒 那散發出那種口氣比較重的味道 那當然你也要排除牙周病 因為牙周病也會造成一個口臭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你的本身來講的話 你的舌胎過後 那舌胎過後也會產生這種 有一些比較氣味的那種症狀 那這時候我會說 你可以搭配一個桑葉跟菊花 那加上綠茶 去改善我們的一個 口氣比較重的一個問題 對就是泡著當茶飲喝 那如果有絞臭怎麼辦 那就把茶葉水直接泡絞 剛剛我們喝完那個茶葉水直接泡絞 去改善我們絞臭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絞臭啊 或者是像汗臭啊 對 我們一般可能想像是 因為流汗 悶在那邊造成的臭味 所以其實是跟你的體質是有關係的 對 然後還有就所謂的疲勞臭 叫做壓力臭 嗯 就是像我們身體主義過度緊繃 產生的一些汗液 就會造成說我們的一個 身體的一個代謝條件 比較沒有這麼穩定 產生的一些味道 那跟我們肝臟的一個排除是有影響的 我們的一個肝臟 是我們的一個分解的一個細關 當我們吃進去的食物 沒有辦法好好的去代謝跟排除 就會產生過多的胺 那這個時候胺也會造成說我們的一個 身體有一些比較重的一個氣味 那本身如果肝臟不好的人 這種所謂的胺臭味可能會更嚴重 所以其實有些人肝臟不好 其實你用很多的體臭是一個警訊 但是肝臟不好的 它是屬於一個無形的那種徵兆 像譬如說你容易容易疲勞 那或者是本身來講的話 你下腹部這裡容易有腫脹疼痛的感覺 或是你常常會覺得莫名的噁心 下腹部是什麼 下腹部就是胃的這邊 這是我們的我們總會講的下腹部 胃的底下就對了 這有可能是肝跟膽的問題 有可能是你有膽結石 或是膽息肉 或是你這邊膽囊有一些代謝狀況 膽脂分泌的狀況不穩定 所以造成這邊容易有悶脹腫痛的問題 那大家會認為常常這個是腸胃的感覺 可是其實不是 這有時候是我們的一個 膽脂分泌的一個調節 跟肝臟的調節循環不好 那再來說 在本身有重度脂肪肝臻 這也可能有可能會有 造成身體有些異味的產生 因為本身有重度脂肪肝臻 有些朋友 他的肝臟的代謝 並沒有辦法有效的排除毒素 我們身體毒素在我們身體累積 那長期的累積下來 過多的時候就會從我們的汗液排除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聞出 他有一種特殊的 感覺像是蘋果的酸臭味 因為肝是解毒的一個器官嘛 那當你的毒素積太多排不掉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有一些異味跑出來就對了 對 這個是在抹性人的體質上面 不是每個人啦 但是抹性人的體質 包含他 我們中醫認為說這是濕熱體質 所特有的特性 那如果是針對這種體質的人 有沒有透過中醫的調理來減少體味 因為我們知道一些 止漢劑啊 爽生粉可能都不夠天然 有沒有比較天然的調理方式 我們其實中醫會用一些 比較天然的爽生粉 像譬如說滑石 黃柏 加明帆 然後加一些 一些比較新香料 像什麼金香啊 讓自己稍微香香一點的 對 那如果說是在天然的一個方式的話 我都會推薦他說用綠豆跟藝人 這個應該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資料 就是本身綠豆可以輕味或 那藝人可以瀝水 剛剛我講說濕跟熱 我們要把濕跟熱一起清掉 所以要瀝濕跟清熱 那綠豆剛好是清熱 那藝人剛好是瀝濕 歷濕就是排除 排除我們身體的多餘的一個濕氣 因為我們身體 其實不是喝很多水造成你身體濕氣重 是你喝進去的水 沒有辦法讓你身體好好的吸收跟運用 產生多餘的一個水氣 存積在我們身體裡面 這才叫做濕氣重 所以水腫其實也是濕氣重 對 有些人沒喝水也會水腫 他的淋巴的回流不好 所以造成出他身體的一個局部的腫脹 那剛剛有提到 如果是肝臟的問題的話 因為其實肝是無聲的器官嘛 就是可能他沒有一些很明顯的症狀 有沒有一些蛛絲馬跡 可以讓我們知道肝臟的一些問題出現 其實我都會教我們的朋友啊 看我們的一個魚劑 魚劑這邊如果有很像香腸的那種 紅白香肩的紅點 代表說你的身體的脂肪過度一個往生 你有可能會有脂肪肝的一些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的一個唇色 如果說你的唇色很紫很暗 代表說你的肝臟會有問題 再來就是你的臉色 你的氣色只要一卸完妝 都是很暗沉很黑的 像譬如說我們看很多洗身的患者 他的臉到洗到後面都會變黑 其實肝跟腎是同源 當你的肝臟出問題 你的臉色也會變暗沉 再來就是黑眼圈 黑眼圈會最先出現 因為本身我們的身體的代謝調節狀況不好 會反映在我們的無關上 那這時候你的黑眼圈會特別明顯 那眉毛會容易虛亂 肝臟跟什麼有關係 容易發脾氣跟壓力有關係 對 解說中醫來講的話 叫做肝吃疏瀉 我們的肝臟沒有辦法 對我們的情緒做良好的調節 會不會影響到一個肝臟的GOP 老實說我認為會 就是肝功能的一些指數 肝功能的指數 你每天容易生氣啊 酗酒啊 抽菸啊 你本身有鼻肝的 你的肝臟的功能指數就會慢慢上升 好像也有四個字說 肝氣鬱解的 對 肝氣鬱解 那你肝氣鬱解 其實如果你沒抽血 你怎麼知道你的 9TQ上升 你的眉毛會容易有 蓄亂的問題 蓄亂是 就是你的眉毛很混 就是亂長 亂長 長得很亂 真的沒有 像脾氣很好的 他的眉毛都很柔順 那脾氣不好的 你看那種 我們以前的那種 面膚的髒肥 他的眉毛一定要很絮亂的 這個其實也無關係 第一次聽到 對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們可以來幫忙我們的肝 解毒的功能 讓他好一點 或者是怎麼樣排除一些毒素啊 你第一個你要多去運動 第二個你要排除 要改善你不好的一個習慣 像譬如說你愛抽菸啊 愛喝酒啊 然後要身體 囤積毒素的這些不良行為 都要慢慢的一個戒掉 這個是最基本的 對然後再來就是要讓肝休息 你11點多以後就是先 肝救勤的時候就是要救勤 不要來熬夜 熬夜的時候 對肝臟的一個解毒功能 是很損傷的 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肝精運行的時間 肝精運行的時間是 11點到1點 這也是我們 常說的美容教的時間 就是身體在排除的時間 那往往這時候 大家還在追劇 所以大家整個氣色都越來越差 就高保養品再維持 其實有時候多喝水 或是化妝品跟遮就遮 或多喝水 然後減少我們加工的食品 像譬如說罐頭類的食品 醃漬類的食品 還有泡麵類的食品 這樣子的話 因為裡面有過多的添加物 其實對我們肝臟會容易造成負擔 所以這個都要避免 所以就是太油的太鹽的 太油的太鹹的 然後添加物太多的 對像譬如說都要 其實不是完全不吃 而是在說你吃藥有所節制 你有時候你可能一餐吃 然後下一餐你就要吃清淡一點 你總不能天天吃吃到飽吧 早上還有雞中午 就是要補救一下 對對對 其實我們在食物上面來講 要有一些平衡 早上你的肉吃得多 下午的菜就吃得多 或早上菜吃得多 下午的肉就多 晚上的蛋白質就多補充一點 這個都是很合理的 對我們的肝臟來講的話 其實均衡飲食是最有幫助的 那如果說有症狀 或是當你的GOP、GDP有一些異常 一定要追蹤 然後一定要治療 不要放得不管 中醫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專門對肝特別好的東西 其實如果是著重在於 肝臟GOP、GPC的一個降 降低這個指數 其實肝中醫也是有辦法去處理 就降低肝功能指數 對像我們譬如說有一些陰塵蒿 有一些大黃 有一些斷乳會 這些中藥材都可以治療 我們肝臟的一個調節智能的障礙 那加上一些蔬肝理器的用藥 柴狐啊 黃禽啊 龍丹草啊 這些型的用藥 可以改善我們肝臟的一個 發炎的一個情形 調節我們肝臟的功能 肝臟跟腸胃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常常會藉由 我們消化的調節跟 消化的一個分泌的一個穩定 所以我們會使用腸胃 治療腸胃的用藥 去改善肝臟的發炎 嗯 好那今天我們學到了 如果你能好好幫你的肝臟解骨 是可以改善肝臟疲勞引起的 體胃的問題的 那今天我們謝謝醫師 謝謝 拜拜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歡早安今天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 然後讓我按一下 再見囉 親密的字幕 C disguise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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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按一下 感谢观看